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讲下阿森一族 最近这部动画在网上热传 热传原因也不是因为这部动画有多好看 而是这部有预言功能 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YouTube看过 有很多讲预言的人 都讲到阿森一族 它有预言功能 阿森一族是美国博士广播公司 出品的一部动画情景喜剧 它的历史很长 第一季在1989年10月17日首播 到今天为止 已经播出了30季 还未完 还一直敢延续 即是这部动画已经播了30多年 还未结束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售的一部动画片 它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优秀的电视剧 这都不算得上什么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部动画有预言功能 里面虚靠某些情景 在若干年后真是发生了 成为事实 最近网络上传得最火爆 就是这部动画 对特朗普总统 和何感礼预言的事 网上很多介绍 但是今天 我们解读的 和网上不同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跟着跟大家讲下 阿森一族系列动画 在2000年 播出第一集 叫巴特到未来 在这一集里面 嘲笑特朗普 做了美国总统 果然16年后 也就是2016年 特朗普果然竞选到美国总统 而且这一集动画 连特朗普演讲 和投票情况的细节 都和16年后的特朗普 竞选场景一模一样 是不是很神奇呢 当初这一部动画 出于嘲笑和设计出来的情景 没想到最后成真 特朗普2015年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 为了向这一部 嘲笑他做总统的动画 回敬 就模仿剧中一个场景 站在电梯上 側身向着人 这个挥手 是不是很有趣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阿森一族中的另一个奇特预言 阿森一族2000年 播出的另一集的 的剧情中 预言美国在 特朗普总统的任期结束后 有一位女总统 坐上总统的位置 也即是说 他预言特朗普总统之后 美国将会出现首位女总统 这一集所设计的剧情是 卡通主角 霸子 看见未来 他见到未来 他的媒媒 花枝 继任特朗普入住白宫 成为首位女总统 在花枝上任首日 这位女总统 穿着一身 亮子色套装 戴着珍珠颈链 和珍珠耳环 在1月20日 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礼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新任的副总统 何錦麗 即是哈里斯 当日穿的一身 亮子色的套装 和动画中的 总统套装的颜色 同款式 一模一样 而且同样 佩戴着 珍珠颈链 和珍珠耳环 亦即是说 何錦麗就职当日的装束 和这个阿森一族2000年 播出的剧集 剧情中的女总统的装束 一模一样 这个难道真是巧合吗 或者说这部动画 真是有神奇的预言功能 难道预视何錦麗 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 我认为不是 都不是巧合 亦不是预言 而是何錦麗有意这样做 他故意这样做的 是深层政府的一个阴谋暴露 我们回头看看前面刚刚讲过 特朗普总统在2015年 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为了向这一集 嘲笑他做总统的动画致敬 就模仿这一集动画中的剧情 站在电梯上 側身向民众揮手 这个情景 不是预言 都不是巧合 而是特朗普总统的模仿 有意这样做 为了回敬这一部 嘲笑他做总统的动画 表示他完全有这一个信心 可以做到 美国总统 以何錦麗在就职日 当日的装束 也都一样 他是有意模仿 动画中的女总统 就职首日的装扮 这一个仿佛是他的内心深处向民众宣誓 他将会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的女总统 这个也可以说他野心的流露 或者是深层政府陰险的暴露 又或者是深层政府故意这样做 因为这一部动画 在美国非常之雄 几乎是家传户晓 而且这一部动画 亦被认为会预言成真 而被民众热议 如果有一天 何錦麗真是坐上总统宝座 民众会认为这个可能是天意 动画中早就预言了 就好像预言当初特朗普 做总统一样 我们会说 你看动画中早就预言了特朗普之后 美国将出现首位女总统 就是何錦麗 这个是天意 大家想下 会不会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而有意模仿呢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 当然我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 去推测 和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大家自己去思考就可以了 美国的总统继任法案 规定如果总统 突然死亡 或者因为其他事故 不能够就任总统之职时 就首先由副总统 顺为 继承总统的位置 成为代任总统 也即是说 如果拜登在任期完成不了 出了事 或者是死亡 或者因为犯罪等等原因 不能够再担任总统职位 可敢来顺委继承总统之职 成为美国总统 那时他真是会成为美国史上首位 女总统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相关线 在拜登前往华盛顿 就职典礼前 他在特拉华州 告别演讲中突然伤心大哭 提到他自己的死亡 感觉好似在留下遗言一样 很多人看不明白 以为他老人之外又发作 当时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一次节目叫做 不强之兆 拜登可能感觉到自己死亡的降临 所以呢 他当时是真情流露 他觉得 这次去白宫是凶多吉少 拜登经常在老人痴呆 发作的情况下 又意无意地说出真话 令人震惊 亦同时 被人觉得摸不着头脑 他参加竞选过程中 时时表现出老人痴呆的症状 言行怪异 有人猜测 拜登的老人痴呆有可能是扮出来 他可能是聪明人 心里是明白的 他知道自己 只是贺錦麗 奥巴马 深层政府的前台傀儡 等他利用完 失去作用之后 很可能会被抛弃 或者干脆杀了他 别口 然后由幕后掌权者 何錦麗取代他的位置 成为总统 这样就是深层政府 和奥巴马要的 所以他有可能不想竞选总统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拜登就表示过他 不会竞选美国总统 当然是网民的不同猜测 总言言之 不管拜登老人痴呆是真实 还是扮出来 都走不甩 成为深层政府的傀儡 完全被操控的事实 我个人觉得 拜登不是扮出来 拜登有可能是老人痴呆 这都是深层政府要的 李拜登就算不是老人痴呆 深层政府都可以将你赶走 现在就有很多报道 拜登家族的丑闻 他女儿和他儿子的丑闻 其实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把拜登赶走 左派已经在做准备 几日前 国家档案报道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发布一段影片 拜登坐在前面 准备签注行政命令 他很迷惘地看着 要签注的文件 自言自意地说 我不知道我签的是什么 然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告诉他 不要管是什么 签了他 然后拜登就好听话 签了那些文件 拜登政府上台 头一个星期就签了 二十几条 否决特朗普总统的路线 除此之外 拜登还有很多 很多非常怪异的举动 我们就不多举了 从种种线索中 都不难看出 目前拜登完全 只是一个前台傀儡 深层政府在 幕后 就操控着他 奥巴马 何锦丽 可能先是 拜登幕后的掌权者 而且拜登家族的丑闻 和犯罪事实 不断被抛出和证实 美国一步步 被他倒向毁灭的时候 在未来某天 深层政府 很可能会抛弃拜登 或者是很短时间内 就会发生 或者要他做代罪洋 然后推幕后掌权者 何锦丽上台 都是奥巴马 想要的 可能是他们早就预谋了好的计划 一切都细思极恐 不管他们的计划 和阴谋有多么周密 人算不如天算 上天的清算就是眼前 疫情大爆发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特朗普从来没有放弃 他仍然在战斗中 我们只要静静地等着看电影就可以了 可能精彩好戏在后头 总言 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 不要放弃 好戏在后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亚深一族的预言 其实这种预言 不算是预言 算是坦白点 就是深层政府的一个计划 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他们一个阴谋 从我们目前看到的信息和新闻报道来看 左派已经在操作 将这个拜登赶下台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启明 多谢大家 再见